MICO MICO 是 不經不覺我們已經是第十三星期 和每一位觀眾 在我們所說的 生活無污染 這一個環節裡面見面 有點異異不適 差不多 有點異異不適 但我吸收了很多東西 MICO 我覺得 在你的言談之中 我就學會了很多東西 在以往的十二集中 我就認識了一件事 正所謂的防範於未然 是 這個很重要 我經常說 我們不要希望生命太長 但要健康 不要到時生命很長 睡在一張床 無謂 累到別人 又累到自己 又辛苦 我又想問問你 我們的節目名稱 就是生活無污染 其實你覺得可不可以做得到 我想現今社會應該是不可能的事 因為上面那個造物者 做出來真是 初初開始 天地初開 生活真是無污染 但現在沒辦法 因為我們生活進步 工業社會發達 那些工業污染真是 日日 你知道嗎 每一天可以說是幾千種chemical 一路放在我們環境裏面 但這個是無可避免的 始終都是一個現代社會 我們不可以為了那個環境 為了無污染 而去回最原始的生活 這個就不能回頭了 但我們要有個意識 譬如訓練我們下一代 或者自己本身以身作質 將這個地球儘量不要被污染 譬如有環保的訊息 循環再用的訊息 其實這些東西我們一定要 很簡單 也要似乎公民教育 是的 我們身處加拿大 其實已經有很多為我們安排 為了令制度的環境 更加好的 有很多安排 很簡單 只要我們做就可以了 一兩個星期的收垃圾 垃圾我們分類了 已經做了一個叫做環保意識 至少政府方面不用那麼麻煩 幫我們收集了 然後再分類 可能分得不清的時候更麻煩 是的 污染那個環境 即有機物 例如送頭送尾 有機物質 是的 那些東西我們真的把它分開 處理 再處理回去 譬如無機的化學物質 又可以分開去一個堆拳區 或者政府在某一個地方 將它再循環使用過 這樣做法 其實我的女兒也有教我的 環保意識比我更強 現在我也在跟她學習 有很多人就說 我扔一個膠瓶 或者我扔一個外賣的發泡膠盒 有什麼影響 即少成多 即少成多 每個人都這樣做 反過來我就會這樣說 既然是一個膠瓶 一個發泡膠盒 為什麼我們不拿起它 將它分類處理 又不用我老遠拿它 其他地方扔的 每個星期都會有專車 來接收我們的分類垃圾 對 所以我們應該全民 要教育一下 怎樣做法 怎樣跟蹤 其實我們加拿大政府 已經做到最好的 譬如我們汽油方面 很多年前已經無緣 開始用無緣的汽油 對嗎 還有很多東西 譬如有緣的物質 譬如以前我們那些油漆 有緣的 是 燒刊的工具 燒刊那些銅口的燒刊 也是有緣的 都已經全部都用了無緣 最簡單的一些 叫做家裡用的百葉簾 是 有緣的都在八年前 那些銅口全都回收了 是 變成無緣百葉簾 已經不給入口 譬如在印度 有入口的 有緣百葉簾 已經全部禁賣了 那就是國家跟我們做了 處理了 究竟我們自己應該 正所謂的 走多一步 就大家好做 是 你也挺懂得說話 沒事的 公民教育 我覺得是很強烈的 是希望推出來 因為一個膠袋 你想著 以前很多人去買菜 一棵蔥就一個膠袋 一份報紙就一個膠袋 但是現在已經是 很多零售業都已經 會跟你說 要不要膠袋 甚至自讀不給膠袋 那你就不要自己去拿 自己帶個環保袋去 這個挺好 是嗎 香港也好像正在實現 香港很多地方 已經在用一種 就是你購物的時候 就會多給一個環保購物袋 給你 甚至超級市場 是強烈地推行 甚至你拿著環保購物袋去 分分鐘買東西 有減價 有減價 好 可以省下 有一個優勢 其實再說一句 安大略湖 你有沒有發覺 我們沒有海 沒有 所以 其實值得要留意一下 因為你知道 圍著安大略湖 很多工業區 很多工業廠 其實來講 很多時候 工業污染都會排在湖裡 我自己覺得 我自己保護自己的家人 無論外面怎樣 首先來講 先搞定自己的家 是 那 就會一定要裝一些 可以解決水和空氣的東西 我知道 我認識到 即是軟水系統 淚水系統 即是淨水系統 即是淨水系統 更加把優質的水 浸透 即是淨水系統 空氣方面 高智能的空氣過濾機 甚至在床頭 又擺放一部 令到 躺起上來 吸的空氣 起碼休息的過程 我們就可以 在一個淨化空氣的環境之下 我們有適量的休息 這個是對的 為什麼呢 其實除了我們身體要休息之外 其實我們裡面的抗體也要休息 是 因為你在外面接觸這麼多污染物質 回到家裡又要接觸一些污染物質 你的抗體沒有休息 你怎樣跟一些有問題的 廢 即是細菌 病魔 病毒 來一個決鬥 我們增強自己的體內的兵 是的 讓它休息一下 將來起床的時候 又再來打個獎 在過往那麼多集裡面 其實我們也認識了 如果用過一些循環再用的瓶 我們也分出了 下面有一個符號 一個三角 越大的時候 就靈致到我們會有信心一點 是用那樣的產品 可以reusable 是的 可以循環再用 也都在某程度上 或者在某些雜數裡面 Michael也跟我們說了 有些東西我們以為是長用 可以用很久的 但是原來 經過很多的醫學研究 分析出來 一些瓶裝水要小心 不要儲存那麼多 不要用那麼久 因為它會散發了一些 有毒的物質 有毒的物質出來 另外我們也需要有一個叫做環保的意識 很簡單 清潔一下家裡 基本上都是環保的 用少一些有問題的清潔劑 其實可以用清水擦多些屋 就不要用太多chemical 我會覺得用一些處理過的軟水 過濾過的水 過濾過的水 清潔家屋會更加好 一定是 不留痕 正所謂的不留痕跡 包括你的身體也是 洗車就清水算了 好嗎 應該用清水洗車 免得放那些化學物質 傳染洗密一點 是嗎 或者車去油站洗 是 因為那些通常 它們的污水都有處理過 才會放回湖 那就明白 這樣會好很多 簡單很多 總之加強我們的環保意識 將來不能夠有一個好和舒適的環境 未必我們可以享受到 我們之後的 另一代 下一代 或是 也會舒服一點 不要令地球慢慢慢慢完成 對 地球爸爸就哭了 但我開心 因為有Michael 在這個環節裏 令到我學了很多東西 我相信觀眾朋友們 你們應該都吸收到不少環保意識 以及如何是未與潮謀 防範於未然 聽說Michael 用少点电都可以有个环保的意识很强 是啊,因为在能源方面的节省 其实都是一个环保来的 那我们不如身体力行吧 一如这样吧 一样这样吧 希望大家身体健康 生活无污染 无污染,令大家环境好一些 导演,关灯可以了,省点电吧 多谢大家的收看,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